这里号称东方夏围仪 这个感觉非常漂亮 而且这边没有忽然 乘风破浪 尽享美食 这个大哥才放在这一分钟 这么大的鱼 碧海蓝天一望无际 天啊 好刺激 这里是烟台羊马岛 沙滩 其实 海鲜 夏日里 体会不一样的海岛风景 现在今天的生财有道 生财有道 智富从这里起步的大家好 我是依然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烟台市 牧平区的羊马岛 据说在两千多年前 秦始皇途经死地 看到这里是水草丰美 骏马成群 所以给这里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羊马岛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那么这里呢 是东无严寒 夏无酷暑 全年平均温度 只有12摄氏度 素有东方夏围仪的美誉 羊马岛 古称菊岛 又名巷岛 它地处烟台 木平北部黄海之中 总面积约十平方公里 以前 羊马岛是一座孤岛 如今 一座飞燕式的跨海大桥 把海岛和陆地连接了起来 游客们 可以更便捷地上岛 夏日里 这里是绝佳的避暑圣地 洗个海藻 坐个快艇 那叫一个凉爽 而每当傍晚时分 夕阳西下 海天一色 来到这里 也仿佛置身仙境一般 除了可以欣赏美景 品尝地道海鲜 也是咱们此次海岛游的一大目的 据说这里的海产 可是种类繁多呢 羊马岛是最好吃的 就是波罗 就这底下就有 在礁石里就有 在礁石里边 每年夏季 不管上海北京 咱们全国来的 来宾朋友 包括我们本地的 他带着孩子 特别是周末 都在这里擀海鲜 羊马岛的海参很好 这个地方 烟谈人都认 都买到羊马岛的海参为自豪 还有那个羊马岛的 螃蟹也不错 爬虾也 好多好多小海鲜 我们都喜欢到羊马岛 到这儿来吃 原来羊马岛盛产这么多海鲜啊 波罗 海参 螃蟹 隔离 光是听名字 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 那么这么多的海味 到底要到哪里才能吃到 来海边转转 应该会有收获吧 问一下您是孙大哥吗 对对 你在那玩的这是 我找螃蟹刚刚发了一个的 这个是你抓的 对刚才抓的 这个螃蟹可以长大吗 不能太大了 最大也是这么大的 那个感觉你像孩子忙一样 您是经营了一家羊家乐是吗 对好好的 这边海滩上 是不是也有你的经营项目呀 对啊 那如果我想吃当地地道的海鲜 是不是少你没有错 没问题 眼前这位跟孩子打成一片 性格爽朗的大哥叫孙树武 地道阳马岛人 在阳马岛他开了一家 颇具规模的瑜伽乐 还经营着诸多海上娱乐项目 玩转阳马岛找他没错 为了寻找最地道的海味 孙大哥带着依然来到了附近的礁石滩 此刻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批游客 哎 他们这是在干嘛呢 哇 过来看一下 这个姑娘收获了这么多东西 你知道你剪的这是什么吗 这个应该是背的一半 就是在这个大石头底下就会有 是不是 对的 你要翻 而且我觉得有运气成功在这 你看这个在动 但是他跑到下面去了 哦 你看这个底下就会有 哦 对 但是这个是很小的 就是你翻到眼神下面都会有 你看都在动 它都是西盘 有一个西盘的上 对 对 哇 小鲜 这个大海之中真的是 有无穷无尽的宝贝在等着我们去探险 是这样的 哦 来 哇 你们还有一个头盖 哇 那边有人抓到螃蟹 哇 这么大 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 好大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螃蟹吗 这个都不知道 你是哪边过来的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 之前你有在海边捡过这么大的螃蟹吗 我捡过小的 但没捡过这么大的 捡得怎么样 这个活动 非常有意思 这么多小海鲜 在海边就能捡到 是不是很神奇呢 生活在海边的小伙伴 对这项活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没错 这就是赶海 退潮后 绝对是赶海的好时光 只要你眼光够好 一定会逃到宝 而就在此刻 礁石的那边 传来了一阵欢呼声 抓那个什么东西 这一阵欢呼声 大姐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这是你捞的是吧 对 是不是好有成就感 你过来看看 亲自抓着的 亲自抓着的 对 哇你的眼力够好 我都看不到 在那边 你先背后的 袖子拢起来 抓起来的时候是这样的长的 现在它冲冲 对 它会这个好像是 遇到干燥的时候 这个就会收缩了 是做往复的方式 什么感觉 就是扎到它的时候 有成就感 之前没有在海边见过海参吗 放松了 你是从来的 啊 又这样了 它会往外吐水 它干嘛呢 它一会儿会 好像一会儿会收缩的特别小 就会变小 它会比水也比较小 在海边捡到海参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羊马岛还真是物产丰富 连咱们的记者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哎 为什么在海边 能捡到这么多海参呢 现在是这个水的质量不错了 啊 所以自然强烂 自然繁殖 哦 也就是说 它是从深海游过来的是吗 还是吹过来的 是游过来的 啊 就是到了一定季节 它应该残老 嗯 在岸边上坐篮以后 从小苗往里走 哦 无论是螃蟹仔还是海参苗 总之我们这次的赶海之行 绝对是收获满满 就算是潮水慢慢长起来 小伙伴们都还舍不得离开 不过这赶海所收获的海鲜 还不足以做一桌海鲜大餐 在当地有句老话 叫做无鱼不成席 那么新鲜的海鱼哪里找 这不孙树武已经带着记者和客人们出海了 我们现在已经在海上了 然后我们这一趟这个团队 小朋友比较多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小朋友之前有没有出海钓过鱼呢 有 钓上来了吗 钓过 所以你会不会待会儿还挺期待的 你觉得今天能钓上多大的鱼啊 不好说 不好说 你之前钓过多大的呀 这么大这么小啊 那今天会不会期待钓上大一点的 会 对 你们是从哪边过来的 从东营 在你们那边有海吗 有海 但是不是这么 没有这么漂亮的海 没有这么漂亮哈 对 那你们过来的话 就对阳门岛这边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感觉非常漂亮 而且这边没有风暖 然后出海感觉好不好 非常好 岸上好像很热 然后出海就会觉得很凉快 对 凉手 看得出来 孩子们坐上游船都很兴奋 也非常期待爸爸们能够钓到鱼 这不还没等船停稳 爸爸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一显身手了 可是这鱼勾下去半天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咱们记者好像有新的发现哦 你们是专业的钓鱼的吗 可以吧 哇 你们穿的好专业啊 这个衣服上好像都有鱼 这种活动成果还真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 哇 这么多啊 这都是今天钓的吗 大哥今天这个潮水是适合钓鱼吗 你们送的 海鱼我们一行人也都重新燃起了钓鱼的信心 在记者再三央求下 一位专业海钓爱好者登上了我们的渔船 这会儿咱们的记者已经开始偷诗了 在这个礁石里边活动 嗯 没有礁石就是能不去 你今天钓上几条 嗯 这五十条我还不猜 哦 钓了多长时间 还不大一会 不大一会就钓了五六条 那说明你就是资深的高手了 应该是钓鱼高手 是鱼朵 那咱们这个钓鱼的话是用什么钓 就是用个鱿鱼腿 哦 就是这个鱼朵 他们鱼会比较喜欢吃这个吗 嗯 这个黑鱼它吃神比较广 哦 只要是活动的 因为这个在水里边它就飘 就像个鱼一样 哦 只要活动的 只要看到这个活动的东西 才有大响合适的这样 此刻所有人的鱼竿都下钩了 接下来有没有鱼 就看咱们的造化了 咦 什么情况 难道是有鱼上钩了 这么快 这个大哥才放下去一分钟 这么大的鱼 哇 你太厉害了大哥 刚才这个大哥 刚把鱼钩晒下气 一分钟的时间 对不对 一分钟 就上了一条这么大的鱼 那也就是说 可能真的不是说 你的技术有多高 而是今天 我们这个地方的鱼特别多 对不对 哦 别说 这专业选手和非专业选手 还真是不一样 这位大哥一下钩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钓上了一条一斤重的黑鱼 而不远处 她的伙伴们 也是一条接一条的上鱼 而咱们的爸爸们 还是耐心等待 似乎没什么动静 刚才那边钓上来两条鱼 你会不会很羡慕 可以吧 我刚才我也钓了一条 你也钓了一条 真的吗 那我刚才都没看到 你钓了 你没看到 真的钓了吗 钓了钓了 不是吧 这个大姐可以做见证 刚才你老公钓上来了吗 没有 看着别人钓 以为是自己钓的 看着别人钓 其实也很兴奋 对不对 就可以把它当成自己钓的 没关系 你这个钓鱼要有耐心 妈妈的 它肯定是能钓上来的 对 不过作为游客 仲在参与嘛 这回怎么没见咱们的孙大哥 他忙活什么呢 孙大哥 你这是干嘛呢 这是 这个龙 哦 这看我们今天钓的鱼太少了 你给我们加点是吗 对对对 这边会有吗 肯定有 哦 放好多天了 放好多天 哦 就是鱼会自己钻进去是不是 对 我们看一下 哇 哇 啊 很多啊 这里面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啊 可以 嗯 怎么拿出来 嗯 哦 哦 哇 哎 哎 哇 有好多螃蟹 哦 除了鱼之外还有螃蟹 哇 你看这个螃蟹还是很活蹦按跳的 你把鱼的钱怎么拿 不要拿 嗯 那后面 我这样拿 想拿后面是吧 嗯 这个螃蟹还还带着一个小的呢 你敢不敢拿小朋友 哎这个好像还可以的 你敢不敢拿小弟弟 这个 你敢敢拿吗 这一下 啊好不好玩 收获了这么多新鲜的海鲜 大家都开心的不得了 孙树武告诉记者 像现在赶海 出海钓鱼已经被他纳入了自己 于家乐的经营项目 游客们不需要花很多钱 就能体验渔民丰收的喜悦 平常这种新鲜的鱼多不得见 不得见 这第一次这样见 这么零距离的见 准备带回去是不是 对 给家里人尝尝 对对对 是不是自己收获的和这个 在市场上买的这感觉不一样 绝对感觉不一样 哦 现在什么感觉 还挺兴奋的 特别兴奋很激动 像出海的话你是第一次吗 第二次吧 很长时间和黄冬天天一个 第一次 不过这次的感觉不一样 特别好 这个环境上确实不错 这里 赶海 出海钓鱼 咱们也算是和各种海洋生物 来了个亲密接触 那么说好的海鲜大餐 怎么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呢 别着急 孙大哥早已准备好食材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保岛人家的后厨 孙大哥今天给我们准备了所有的这些海鲜 全部都是最新鲜的 都是我们今天刚刚从海上打捞起来的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新鲜度啊 像这些螃蟹应该好像还是活的 这个呢 这个海鲜 野生的海鲜 这边呢就是各吃各样的这个海里的活鱼 那这些鱼都是什么鱼啊 有好多不认识 这个这个就是黑鱼 就是江南罐鱼 就是黄鱼 就是那个江鱼 就是这些这扁的是比目鱼 这么多丰富的海鲜 着实是满足了记者对海鲜盛宴的全部想象 今天咱们大厨首先要给我们烹饪的 就是铁锅炖杂鱼 据说它可是咱们羊马岛的招牌菜呢 待油温烧热后 加入八角花椒 葱姜辣椒等的佐料 待辣椒炒出香味 加入酱油 接下来就可以将事先准备好的杂鱼 依次放入锅中 加水炖煮即可 怎么看这个鱼是不是新鲜 看它这个眼睛对不对 对再一个眼睛再一个这个鱼鳃 如果这个鱼鳃是那种非常非常炫耗的 就是新鲜的鱼 所以我们在那个市场上买的时候 也就是看这两个部分 就是鱼眼睛比较亮 鱼鳃比较红 这就是比较新鲜的鱼 对对对对 除了铁锅炖杂鱼 咱们今天的午餐还有蒸螃蟹 凉拌海参等硬菜 因为原料足够新鲜 所以烹饪方法也都比较原生态 最大的保留了海鲜原有的鲜香 瞧瞧这一大桌子的海鲜大餐 客人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品尝了起来 很好吃很嫩很新鲜 吃起来很滑的感觉 但你吃的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一期卷的 之前在这种环境下吃饭的机会多吗 挺多的每次都过来 经常过来 羊马岛各式各样的美食 绝对可以让你大饱口福 奄然是吃货们的天堂 这里有着和繁华都市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 饭后出去散散步 看看海景也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刺激的户外运动 海上摩托艇也是不错的选择 连续的甩尾急转肯定是非常刺激的 既然有专业人士的护航 咱们记者也准备和美丽的大海来个亲密接触 这不她已经换上救生衣下海了 准备好了 我们走了 拜拜 天啊 好刺激啊 教练你注意的吧 哇 全湿了 身上全都湿了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刺激 而且骑摩托艇去欣赏 羊马岛的美景 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目前海上摩托艇已经被孙树伍 纳入了自己的海上经营项目 每人每次的收费是一百元 夏日里生意也是一场火爆 如果觉得这项运动太刺激 你也可以选择乘坐大帆船或者快艇来个海上巡游 三百六十度欣赏羊马岛的风光 海钓 捕鱼 摩托艇 各式各样的海鲜美食 绝对值得您在羊马岛上住几天慢慢体验 因此很多瑜伽乐都推出了吃住玩一条龙的服务 而且这里的住宿环境还是相当不错呢 苏总 你现在领我到了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咱们住的上面的平台 这个就是观景平台 看到没有我们前面就是大海 前面这还有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叫什么岛 叫上岛 就是现在游客可以上去吗 现在都可以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天也是特别好 然后平常每天你都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 我就觉得好羡慕 就是蓝天白云大海 这个是一个凉亭是不是 凉亭 喝茶啊 干什么聊天啊 吃饭也可以 烧烤都可以 平常到了夏天 是不是这儿基本上就是会坐满 对对对 其实现在是夏日 外面的温度已经挺高的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会有海风吹过来 就是很那种清爽的感觉 就是站在这里就感觉就是很舒畅 孙树武的宝岛人家 算是整个羊马岛上景色和舒适度 都比较好的渝加乐了 旺季房价三到五百元一晚不等 可同时接待四五十人入住 晚上听着海浪声入睡 一睁眼就可以看到大海的感觉 一定也是极好的 而入住渝加乐的客人 不单可以享受舒适的住宿环境 还可以体验各式各样的岛上娱乐 据说晚上海滩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呢 快让记者带咱们去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开始举行了 公火晚会 看所有的人都玩得很嗨 我也要加入到他们当中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所有的人几乎都把鞋子给脱了 所以我也已经现在是把鞋子给脱了 现在是抱着脚 我要加入到他们当中 不能加入到你们当中了 看起来 看起来好嗨 看起来好嗨 来海边就应该这样 包的脚踩在沙滩上 这种感觉特别特别好 对不对姑娘 对呀对呀 一定要来海边玩 可以带着家人一起过来 特别好 你看我皮肤超好 就因为我在海边哟 现在很激动 也长那么大 第一次在海边购火晚会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美丽的烟台 好棒哦 在这里每逢节假日 或者团队活动日的夜晚 海滩上都会上演热闹非凡的 篝火晚会 游客们玩累了 一顿丰盛的海鲜烧烤 可是必不可少的宵夜呢 之前都吃了什么了 吃了什么海鲜 这个马步鱼 好吃吗 好吃 觉得羊马岛这个地方怎么样 人节这个羊马岛 特别好 然后食物特别好 环境也特别好 特别真的特别适合咱们居住 是比较宜迹的地方 大口喝着啤酒吃着海鲜 就是夏日里最惬意的事情 而每到旅游旺季 也是老板孙树武最忙碌的时候 在高峰期的话 大概一天的流水大概有多少 一天的流水在连餐饮和旅游这块 现在最低的也是在五六万六七万 最旺季的时间是应该是在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勤劳羊马岛人充分利用了当地资源发展海洋经济 除了可以出海打鱼 他们还在大海之中建起了海洋牧场 眼下已经到了海参收获的季节 孙树武带着依然来到了自己的养殖区域 每年从五月底到六月初便是羊马岛海参捕捞的季节 此时海参进入活跃期 潜水员比较容易的就可以找到它们 孙树武的这种海参养殖的方式叫做抵拨 七八年前它把海参苗拨洒到这片海域里 童年也花重金投入了大量礁石 这样更利于海参的生长 而这些海参的生活轨迹也和野生海参完全相同 所以这种海参的价值也比较高 作为消费者我们在选购的话 需要看哪些地方 看这个生的刺 就是养殖的尖 就长 这个叫海浪摩擦的 所以它这个刺小 你看这个刺小 就能看不到这个刺 还有其他的吗 比如锡盘什么的 锡盘你看 非常的 你看 在下面 这是比较多 对不对 为什么它要去爬的 锡盘就是 就是像下面是石头吧 嗯 爬的就往石头上 孙树武所打捞的成品海参的生灵 通常都在四年以上 大一点的都在六年左右 而除了销售成品海参 近年来它也开始销售野生生苗 据说每年海参也给它带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产量你有算过有多少斤吗 一年产量算是五六万斤 五六万斤是个什么概念 比如说像这个桶 大概一桶是多少 一百多斤吧 一百多斤 五六万斤就是有五六百桶 哦 那大概整个的这个收入大概有多少 呃 平均这个清净甚至是苗总 嗯 一定平均一百万 嗯 五六百万 您说的这么轻轻松松啊 羊马岛良好的水质和丰富的浮游生物 给海参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而孙树武作为羊马岛上比较早养殖海参的人 如今也成立了海参合作社 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每年通过他的合作社销售的海参 可以达到三十万斤左右 这个苗质量比较好 嗯 为了保证咱这一带做的是幽极也什么 嗯 怕这个产生也在残留 所以说主要是在他那个地方 呃 几种采购 嗯 大概每年大概能采购多少 呃 七八万斤 在羊马岛 像孙树武这种既从事瑜伽乐经营 又从事海产养殖的人不在少数 除了海参 羊马岛还盛产牡蛎 扇贝鲍鱼等海甄品 凭借着吃苦耐劳勤劳肯干的精神 它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目前羊马岛鱼家乐的数量达到二百多家 每家平均收入都在十万元以上 可以说随着羊马岛知名度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 未来孙树武还会增加更多的海上体验项目 参观海洋牧场 潜水 摩托艇俱乐部 还希望来到羊马岛的游客 能在这多住上些日子 真正体验羊马岛上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我想这个季节是羊马岛最美也是最舒服的季节 来到海边游游泳赶个海钓个鱼 如果你喜欢刺激的话 还可以骑摩托艇在海上冲浪 我想这里就是夏日里的天堂 而当地人也凭借着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海洋资源 开办起了瑜伽乐养殖各类的海珍品 如今他们也是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依然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鱼山岛上特色美食味道如何 香鲜但不逆人 还有这个的香蕉 七星海岛赶小海都有哪些收获 你出来 你看到没有它跟赤味一样 竖起来它要保护自己 真的很甜 骗你的 还挺好吃的 是啊 明天的生财有道 继续带您走进福建省福顶市的433公里海岸線 看看生态海岛如何富民增收